第二百八十五集 蓝青花果然是蓝青花 在墨胶族组长的面前 有一束蓝紫色的小花 整株花都包裹在厚厚的冰晶中 看起来毫不起眼 真是好运气 墨胶族的组长 小心翼翼将这束蓝青花采摘下来 收入须眯界中 这蓝青花属于上古药物 现在已经很难寻觅了 他们墨胶族正好有一个单方 可以用到蓝青花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得到 看到墨胶族组长 把蓝青花收起的那一幕 选无稽等人都是没说什么 相比樊田龙根来说 这一株小小的蓝青花 那根本不算什么 至宝当前的时候 他们自然没兴趣 为了这么一点迎头小力 去跟墨胶族组长争斗 然而众人没想到的是 这蓝青花只是一个开始 接下来各种零零碎碎的奇药 一株接一株 而他们的价值也多半不在蓝青花之下 抵结重品的青灵草 三千年年份的花园果 抵结重品物清茶 一路走下来 灵药不断 这处灵地存了数万年之久 都没人踏足了 其中孕育出的药草实在太多 仅仅是路上的药草 就可以达到地阶中品 核心药园处的药草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林明这一路上 也踩到了两株两千年年份的灵药 虽然算不得什么顶尖灵药 可拿出去换个一两千中品真元时 绰绰有余 这一趟总算没白来啊 在一行人中 有一个一重命运的老者感慨到 他是五行御金中山的太上长老 在这些顶级势力中 四品中等的金中山 那就是个小宗门罢了 嗯 总算有些收获 还以为要白跑一趟呢 在场一重命运的老怪们 都有自知之明 除非药园中有一大片的翻天龙根 否则他们别想染指那个 能得到一些其他药草 他们很知足了 啊 物兵花 地阶上品灵药 林明在采摘一株千年灵草的时候 剥开草叶 赫然在这堆草叶中 找到了一株罕见的地阶上品灵药 这种灵药 即便放在五品宗门 也相当稀罕 物兵花 是兵系舞者梦寐以求的天才地宝 林明拿来 虽然没有太大的用处 但是可以用来换取同等价值的火系 或者雷系资源 要知道 很多时候购买资源 单凭真原石是不行的 强者很少有缺真原石的 这时候就要以物换物 这一株地阶上品物兵花 关键的时候 可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为大家忙着寻药都分散得很开 林明看四下没人注意他 正要悄无声息的把这一株物兵花 收入须迷界 就在这时 一句悠扬绵长的佛号 在林明身后响起 无弥陀佛 小施主 你手中的药材能借老哪一官府 林明听到这句佛号之后 脸色顿时有点不好看 这个老家伙 这眼睛真紧 心里咒骂一句 这时候自然瞒不住 林明只好把手伸出来 一株精英剔透的物兵花 好好地待在林明的手心 三千年的物兵花 递解商品 如果老那踩得不错 小兄弟是火系虎者吧 这物兵花对小兄弟 怕是没有太大作用啊 这个老和尚摇头晃脑的说道 他是来自大禅寺的二重命运高僧 一百个林明捆一块也不是对手 什么玩意儿 没太大作用 林明真想骂他呀 这种药材对谁会没作用 何况神皇岛的青鸾宗也是修兵的 他宁愿拿去给木兵云呢 他刚准备说有用 可这老和尚更奸 根本就没给林明开口的机会 自顾自地说道 老那正好修炼的寒冰犬 这物兵花对老那来说也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小友 你看这样如何呀 老那也不欺负你 这里有三株地结中品林草 其中两株火系 跟你换着物兵花 你看如何呀 老和尚说着笑眯眯的伸出了手 在他那粗糙宽大的手掌中 确实有三株地结中品林草 都是刚刚采摘的 哎呀 你个鬼损 林明在心里大骂 气得河南话都出来了 他真想在这个老和尚 满是褶子的脸上扇一巴掌 三株地结中品林草的价值 还不及手中物兵花的一半 何况地结中品的林草 一般用真原石就能买着 地结上品的林草一般都是 以物换物有价无事啊 哈哈哈哈 小兄弟 你说呢 老和尚依旧笑着 笑的那叫一个欠贬 林明忍着一拳砸上去的冲动 他知道 沐凤仙和大禅寺有约在先 宝物什么的会优先给大禅寺 换到大禅寺的保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林明能平安走到这儿 也是因为有大禅寺的震撼 若是没有白眉僧人站在自己这一边 南韵王也多半不会真的为了自己 与炫无稽对抗 沐凤仙和沐玉皇也不可能走到这儿 林明 给他吧 这次回去 为师给你补偿 这时候 林明耳边响起了沐玉皇的真原传音 他是怕林明年少冲动 咽不下这口气 林明回音道 哼 师父多虑了 弟子明白道理 大禅寺不会白白出手保护我们 这老僧人能拿出三株灵草来 也没太过分 林明其实恨得牙根之痒痒 压下了心中痛扁这个死突驴一顿的冲动 林明把雾冰花交出去了 老和尚 喝这张大脸 顿时眉开眼笑 跟一个超大的老菊花一样一样的 哈哈哈哈 谢谢小友啊 老那近日算是与小友结下善缘 他日相见 说不定老那就能给小友一番造化呀 无弥陀佛 善哉 善哉呀 听这老狐狸一样的老和尚最后还念一句佛号 还善哉 是啊 对你善哉了 林明都无语了 一样这秃驴这脸皮也突厚了 嗯 算了算了算了 哎呀 就当喂狗了 好歹我也得到了无诛地阶中品灵草 这也是一大笔收入 就算我得不到梵田龙根 这也没白来一趟 如果没有这些秃驴们的震慑 我连这无诛地阶中品灵草都弄不到 林明这样想着 实际啊 就是安慰自己 还有什么办法啊 只能认命 这处灵地虽然面积不小 但是灵药似乎都是沿着江边分布 离江边远一些的地方呢 就没有了 一路找下来数量也不多 平均每个人能分到七八株的样子 基本上谁发现就是谁的 实力强的呢 感知也强 找到的药材自然会多一些 在队伍行进了十几里的时候 所有寻药的舞者们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 这个时候 在他们面前赫然有一道淡蓝如水的光照 而在这光照中 光线仿佛都被扭曲了 里面的情形看不得贴切 虽然看不清 可这个时候 几乎所有人都猜到了蓝色光照中会是什么 但语道都猜着了 这就是魔地要员核心所在 凡天龙根 你猜对了吗 恭喜你 所有舞者 尤其是有希望得到凡天龙根的命运二重三重强者 呼吸都有些微微急促了 可是这个时候 却没人动 单单看那个蓝色光照 他们就清楚 这个凡天龙根绝不是那么好得的 甚至极有可能空手而归 人们小心谨慎的走了几步 蓝色的光照虽然能让光线发生轻度的扭曲 然而却还是依稀能看到里边的情景 魔地要员核心部分的面积很小 而且里面完全不像众人想象的那般灵药无数 恰恰相反 里面是一片荒芜 只有两株灵直 他们看起来就像个扭曲的人身 根须蜿蜒如同游龙一般 两株凡天龙根相聚并不远 彼此的根径纠结在一起 虽然隔着防护罩 但是能清楚的感受到这两株梵天龙根上传来的冰寒 古老的气息 看着他们就仿佛看到了数万年流淌的岁月一般 让人心神一致 哦 确实是梵天龙根 林明心中一动 这两株梵天龙根与被自己杀死那个玄丹强者留下的无名古书上绘制的图形一模一样 绝对错不了 这梵天龙根果真是世间奇要 按常理说 这魔地药源的核心部分 正处在这处灵地的灵眼上 天地元气最为浓郁 理应有很多灵质才是 然而这药源里除了梵天龙根之外 什么其他灵质都没有 反而是周边土地上生长了不少灵质 多半是因为梵天龙根太霸道 把天地元气全都霸占了 导致药源中其他灵质很早就枯死了 根本就无法繁衍下去 林明很快就想明白了 核心药源如此荒凉的原因 在神域 梵天龙根被用来炼之脆髓的丹药 药性十分霸道 看到梵天龙根 南运王和白眉僧人不约而同 看向炫无姬 炫无姬深吸了一口气 心中难以平静 他已经是命运三重 再过几次命运就有可能跨入神海境 那就是传说中的疯狂强者呀 拥有长达万年的寿命 可以执掌整个南天狱 建立属于自己的圣地 威名流芳百世 甚至将来飞升神域 去冲击更高的武学境界 想到这些 他怎能不激动啊 没有哪一个命运强者 不渴望早日跨过这道鬼门关 达到那近乎无所不能万人景仰的神海境 为了这梵天龙根 他准备了太多 唯恐最后一步失败 功亏一亏 炫老贼 出手吧 南运王副手而立 就按照之前说的分配方式 你若不出手 也休想我们离开 炫无姬脸色微微一沉冷声道 之前说好的东西 给我吧 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开阵方式 有没有效果 如果开不了呢 东西给你了 你还会还回来吗 南运王两只手依旧放在身后 没有抽出来的意思 老夫为了开启这上古战场 付出了何等代价 你们也看到了 至于开启阵法成不成 只能听天由命 老夫只能尽力而为 而如果一旦成了 老夫凭什么相信你 就能按照事先约定好的对信承诺 难道只凭你那对无道之心的可笑启示吗 被炫无姬当众说可笑 南运王脸上杀气一闪 然而还是压了下来 与白眉方丈传音了什么 犹豫一下 从身上取出了一枚须弥剑 白眉方丈 同样也取下了一枚须弥剑 两人一起将须弥剑抛给炫无姬 炫无姬没有直接伸手去接 而是用真元包裹了手掌 小心翼翼的把这两枚须弥剑托起 看到炫无姬如此小心谨慎的样子 南运王痴笑一声说道 炫老贼啊 你这胆子还真小啊 老夫至于在须弥剑上做手脚吗 哎 小心使得万年传 老夫可不想到这最后一步了 让小人阴一把 你 被南运王讽刺 炫无姬面不改色 确定须弥剑没问题后 他用神石扫了一遍里面的东西 满意子收了起来 很显然 炫无姬和南运王白眉方丈之间有交易 这次开启魔神帝宫 自然是炫无姬的作用最大 没有他 谁都别想开启法阵 白眉方丈和南运王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付出一些代价来 这也理所当然 这个时候 江边的药材都已经搜寻的差不多了 那些命运一重的强者 也围过来观看法阵开启的一幕 虽说希望渺茫 但如果说这些人对梵天龙根没有丝毫念想 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他们也有彼此依附的事意 肉啊自然是吃不着了 可喝点汤还有希望吧 炫无姬一个人站在魔地药园的禁制之前 沉吟了好一会儿 反复将魔地药园的禁制与魔地手扎上的描述对照之后 从须迷戒中取出一排震旗 每走四五步就插一根阵旗 一共插下去了三十六根阵旗 林明看到这阵旗嘖嘖成探 这是三十六天刚旗 专门用来破阵 三十六根天刚旗 价值可不菲啊 但是这天刚阵旗 只是用来破阵 而不是用来开阵 可能有朋友不太明白 说破阵和开阵有什么区别 不都是整开的吗 比如说吧 如果把这个阵法呀 比喻成一把锁 破阵呢 好比把这锁给砸开 开阵呢 则好比拿钥匙开 砸开一把锁 废的力气 自然比用钥匙开 那废的力气多的多呀 就是这么回事 魔地在魔地药园流泄的禁制 只是起到保护的作用 自然留有开启的法门 只要按照这个法门开 那开阵是很容易的事 然而想强行破阵 那就难了 不过这种上古阵法 阵法体系特立独行 又专门在加密上下足了功夫 别说选无机了 就算是当初对古阵法 有少许了解的赤岩老祖来此 也只能干瞪眼 完全找不到开阵的方法 六品宗门的重要阵法 又岂是那么简单 就能破除或者开启的 这核心药园的阵法 可不比护电大阵呢 护电大阵浮原上百里 防御当然脆弱 而这核心药园的法阵 只有几十丈方圆 自然坚固的多 炫无机若不是有一枚魔地手扎 也万万没有破阵的可能 林明光看炫无机折腾的同时 自己也对照魔地的记忆 再结合他本身对上古法阵的理解 开始思索如何开启这座古阵 这座防御古阵 其实分为南北两层 每一层各自照有一株梵田龙根 南北两层阵法 开启的方法并不一致 不过对林明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他自信用不了多久 就能把大阵破译了 当然了 林明绝不会傻乎乎的把开阵方法说出来 到时候不但得不到梵田龙根 反而会被追究 你为何通小魔地古阵开启的方法呀 说不定那些老怪物就把他劫走了 被当成工具来使用 随着三十六天罡阵旗插好 炫无机将真元 源源不断的输入到天罡阵旗中 一股真元注入到地面之下 整个耀元大阵的周围亮起了一道道金色的符纹 这些金色的符纹正是古阵法的阵符 天罡阵旗上金光闪动 与古阵法的阵符发出激烈的能量碰撞 炫无机也知道 这古阵分为南北两重 但是两重阵法连二为一 互相支持 要破就要一起破 一起破的难度自然倍增 在阵符与阵旗激烈碰撞的时候 从南海魔狱的队伍中走出一个甘瘦的老者 他不慌不忙的从须眯界中拿出一个阵盘 手指在阵盘上连连跳动 手指之间凝成了厚实的指引 随着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结印 一道道符纹被他打了出来 林明看得出这是个阵法师 而且在阵道上造诣不浅 然而不管是何等的阵法大师 在上古阵法面前 那都显得苍白无力 随着金色符纹的打出 在天罡阵旗上 金光越来越浓郁 上古阵法周围的阵符发出剧烈的抖动 所有人都眼睛一眨不眨的望向这一幕 而南允王和白眉方丈两人更是浑身真源运转 就等着阵法被迫之后出手 这时候 炫无鸡额头已经渗出了微微的汗珠 他沉声道 白眉 南远 你们两个也一起出手输入真源 这个时候不要想着耍花招 否则我们谁也得不到梵田龙肝 随着炫无鸡的话 南允王眉头一皱 这个老狐狸还真是小心